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尤其是在食安事件以后 我们针对那些食品业者 我们希望他进到应尽的社会企业责任 因此在之前 我们到目前为止 都是用奖励代替处罚 其实奖励跟处罚是一线之隔 对不对 你愿意做这样子的事 那当然金管会 尤其交易所跟贵买那边 就给你奖励吧 祭典上的奖励 那现在如果又有处罚 尤其是对50亿以上的公司 或者资本很大 就像我们针对之前 在从十多年前 我们就开始用所谓的独立董事 一开始也是用奖励的 我想你主席可以回想当时的状况 情境其实是一样 可是当进度一个状况下 我们对金融业或者上百亿的公司 我们就开始要做这样子方面的要求 因为这个制度是可行的 我想今天之所以有争议的就是说 我去做CSR的签证 有很多种人 有会计师还有举例 这个记账士等等等等 有很多种人 那如果说你要做出陈储 那所有的人通通要做出陈储 那可是除了会计师之外 其他陈储啊 没什么了不起 我换一个名字就好了 你懂意思吗 一家工作换一个名字就好了 那会计师是跟着人 也跟着事务所 因此这里面就会产生了不公平的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一个 是我们现在暂时来思考一下 日后再问 但是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 绝对正确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 这个对上市上位公司 只有会计师可以签证 因此我给你这个right 你的所得会增加 因此我要对你 如果说你乱先 我就给你处罚 大概是这两个方向来做 我把当时的情境 这几年来延续的状况 尤其是我们有些新科委员 当时不知道这个情境状况 是这样的 好报告完毕 主席我是曾明忠委员 我基本上赞成会委员 这样的一个提议 看看金管会有没有说明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谢谢 基本上我们认为48条的签证 是在保护 尤其是食品业者 他的那个品质 因为这个影响消费者 实在是太大了 那我们是非常赞成 就是说如果是可以 让会计师做这个部分 因为他有比较严谨的做法 所以让CSR的这个品质 也是比较有保障 那这个是出具意见 也就是说这个是 并不是说他负全部责任 只是一个出具意见 而且我们对于这样的公信力 是更认可的 相对于其他可以签证的人 那这是引导大家 对于CSR的重视 而且有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确信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慢慢可以再 扩大更多的一个产业 那包括上司会 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来做 我们是非常认同的 主委我先请教一个问题 48条这个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这些 现在是会计师不能做吗 应该可以做吧 可以做嘛 对啊 好 所以我要问这一点就是 既然可以做 大家看这条文里面提到说 他承办了这个 确信案件之 为什么要用确信呢 那等于就是逃避责任啊 我只要什么事都说确信 因为签的本来就是确信嘛 没有确信你敢签啊 有会计师说 我这个没有确信他敢签啊 签的就是确信嘛 好 如果签的是确信的话 应依相关法令 难道还有不能不依相关法令了吗 这个是罪文嘛 应依相关法令 规章及确信准则规定执行 本来这个 重来没有这个规定他也应该这么做吧 难道有这个规定他才要这么做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整个来讲 这一条整个是罪文嘛 我的意思 这个是没有意义嘛 那为什么要签 难道没有这个 他就可以不必依相关的法令 没有这一条他就不必依相关的规章 没有这一条他就不必依 确信准则去规定去执行吗 还是要嘛 啊既然要那规定这条干什么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 啊这条定要做啥 定要点到 反而以后在万一真的出问题的时候 脱身的 会计师脱身的条文嘛 因为我确信啊 啊你要现在变成如果他有问题 司法单位要去证明他没有确信 这很难证明啊 等到让他 可能让他再拿一件附身符 再多一件附身符 多了两三件附身符 我觉得这条有问题 而且这条也会有争议嘛 因为有人有意见嘛 啊所以这样子的话 乾脆前面的会计师法修正的目的 是在第八条跟十三条 是他们现在要的嘛 要的先给他们 这个有问题 而且 没有法律规定的意义存在干嘛 又为了这一条都要大半岗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八十三先给他过 四十八暂时保留好了 不要处理这样 好 我是政局局务员 针对委员的报告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确信这两个名字 不是在他文意上的东西 而且确信是针对我们 我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参考国际的一些规范 我们定了一个确信准则 用了这两个名字 它其实是一个 在做签证过程的一个行为规范 那确信准则里面来讲 因为会计师 除了确信准则以外 会计师本来在进行财报签证的时候 就我们就有一些相关的规范 所以针对这些规范 我们就不要再用很多的 再去做规范 就直接把它引用进来 就是你会计师在做这个 确信的签证的过程里面 按照确信准则 跟这会计师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引用它也要用嘛 你这里不必规定它还是要用 它本来就要用 那第一点 第二点你看 这一条48条 从第一个是不得有下列情势 是一个负面的规定嘛 你负面的条文规定 突然间在第二项 来个正面的规定 你不觉得这种立法技术 是出了问题吗 其实这在我们法规里面 这个立法技术是有问题的 这立法技术在整个条文里面 48条第一项 然后123456款 都是在做禁止 你不得怎么样 不得怎么样 突然间前面来跟你讲 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第二项说 你应该怎么样 然后再准用前面的 不得怎么样 不得怎么样 这立法技术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我意思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应该在整个通盘检讨 他们现在会计师 要的是前面这个东西 先给他们 这个你后面去处理 因为不影响他们的业务 所以我一开始先问 你说不能签证吗 可以 签证本来就要按照这个确信 本来就要依据法令 有什么问题呢 没有问题 为什么要在立法技术上 在一个不得的这一些禁止规定 后面来一个准许规定 那这一个立法技术都出了大问题吗 因为我们法律规定 要人家去刻着人家行政责任的时候 就要法律明确 那今天来讲 他只有一个确信准则 那我们只针对确信 但是他在执行很多地方 我们就准用会计师在财报签证里面 要履行的一些责任 或怎么样 所以站在法律明确主义上 我必须要准用进来 这就是我们把它加进来的原因在这里 我们都要修正 郭伟俊 我想我们大家提出来 这个因我想大家都很知道 因就是有强制性 现在目前没有强制性 现在对你要提出来 配合你的财报要提出来 没有强制性 对不对 没有强制性 你写 所以说现在金管会政局 他针对这些 你写的我跟你加分 但是我是觉得对食品业者 我是觉得应该科与重责 你就必须得写 现在是没有强制要写 各位委员先进 我解释一下这个部分 那我自己非常就是赞成 推动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我觉得真的很棒 可是就是说 刚刚几个先进也提到 就是说 这个48条的修正 不但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的可能性 同时其实他其实就是虚文 因为现在在现行推动 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行政命令在做 那其实他需要的是 给他一个母法 一个法源依据 所以今天金管会 把他放在这边 是想要给他一个法源依据 可是这样的结果 会造成就是说 第一个 他的这个放在这边 变成一个母法 母法跟他现在行政命令 是矛盾的 是矛盾的 因为行政命令没有规范 说一定要会计师来做签合 都没有限制 所以这是本来就是矛盾的这件事情 那第二部分说 一般人在解读上面 会以为说只有会计师能够做 会这样子 因为唯一的法源依据是在这边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是持非常保留的态度 不希望说今天能够 今天通过这件事情 会计师能够做的问题 这样子 谢谢主席 那我想刚刚 大家讲第八条的时候 大家说 会计师他们觉得怎么样 没有问题 其实啊 我们在那边修法 会计师的想法 是他们的想法 我们要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立场 来为人民来思考事情 所以现在讲到这个第四十八条的部分 的确 如同刚刚这个余伟委员所讲的 我特别有研究 就是如果把这些责任全部 由会计师来扛的话 他扛得起吗 那还有一些劳工安全的问题 当然我是主张啊 在这个食品安全过程 大家一定要严加把关 可是把关的方法 会计师是不是一定要放进去 那律师要不要放进去 或者还有什么 工会要不要放进去 这个也都是可以讨论的 那如果说这个目前为止 把全部的责任就是有 立法的部分就是会计师 这样的话我想喔 这个会计师能不能做 他能不能包山包海 有没有办法一千扛起 我觉得有点就是落入一种 好像是 社会在讲啊 没有做又不行 那加减就做一点 可是唯德不足 如果会计师要放的话 我觉得律师也要放啊 还有刚刚讲的劳工啊 还有一些这个内部的集合啊 通通都放也可以啊 而是不应该把全部的责任由 会计师来扛 这个有点阿Q的心态 所以我是赞成 食品安全方面 要加强 严格的把关 那怎么样做 应该要全盘 要配套更完善的方式 来加租很多人 在这个整个控管流程当中 有多一点人来把关 而不是只有一个人来把关 以上 谢谢 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喔 因为我之前自己在 处理塑化剂的案件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 义务性的 帮被害人处理 那我真的发现喔 就是 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里面内容 真的有揭露不实的部分 那导致消费者相信了 那因此这个问题的规范的必要性 我百分之百赞成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也同意 刚刚其他委员 所提出来的高见 就是针对这件事情 要予以去 承办签证的责任 应该要一体的来规范 我很担心说 我们现在在这边 只处理了会计时的部分 那其他有这个权责 去做这个签证的人 他们的责任没有一体的规范 那因此在整个立法的方向上面 我虽然赞成 但是我还是同意 刚刚多数委员的意见 可能就这个部分 做一个全盘性的规定 会比较好一点 把它放在会计司法里面 可能会造成不同业别的人 产生不同的责任 我觉得这样子 可能在规范上面 会出现一些状况 那我请教金管会 那大家多数的意见 是需要定 但是不要给会计师 变成他一个重大的负担 造成不公平竞争 那金管会 有没有方式就是 让其他的有签证的机构 也负担相同责任 有没有这样处理 我要提出来就是说 会计师当然要负责任 然后呢其他的也通通要负责任 但是在这个里面 我为什么认为说 反而会让会计师脱离责任 为什么这样子认为 你看他里面所提到的 他说应依相关法令 第三款不就有了吗 你未依相关法令 你不得有这个行刑嘛 所以这都是跟前面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两个确信的这两个字 以后变成法律上 因为确信是 相当严谨的法律定义 所以变成他未必故意 或怎么样 他因为有一些食品责任 他其实应该要负无过失责任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故意过失要赔耶 他无过失都要赔 结果在这里 会计师的这些 变成给他一个确信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确信会不会反而变成脱身 我的意思是这样说 我们本来是希望要 替人民把关这些东西 就搞半天 然后这里反而变成脱身 以后脱身的一个方法 让他又穿上了防弹衣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等于也是让企业得以脱身 这些不良企业得以脱身 然后其他的没规范进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 会计师如果他们现在 现阶段要的是八条十三条 没有意见过了 这个我们赶快应该另外立法 通通把它包裹进来 然后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因为这样子让他脱身是没道理的啦 这样才能够保护到消费者的权利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并不是说他这一条的规定有错 因为这条规定在前面 你看第一款 第二款里面都有啦 还要 他如果未依有关法令 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或惯例编制 就是不得为之嘛 后面又规定说你要按照这个来 那不是跌床家户吗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在确信两个字 这确信反而让会计师脱身 他只要签了就说我是确信嘛 其他我过失啦 我这个签证 因为我是确信 后来发生问题 我当时是确信 才发现原来是过失 我一律不负责任 那这样不太好吧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条反而会变成以后 我是律师嘛 所以我一看这个 以后我要辩护的话 这一条多棒 拿出来打多棒 可以让所有会计师全部脱身嘛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加上确信 当然有确信准则我们可以 可是前面是确信案件之签证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会让 反而是没有办法保护消费者 问题在这里啊 我能不能再补充报告一下 因为48条它是规范 会计师签证财务报告 不得有下列这些事情 那我们现在又增加会计师去做这个 确信的签证 所以确信签证跟财务报告的签证 是两回事情 所以我们才会说 在这个里面我加上另外一项 针对确信的责任我把你放进来 所以确信的签证跟财务报告的签证 是不一样的 前面第一项都是不得的 后面给你加一个得的 然后里面的字都一样 只不过插了两个字说 我确信案件 我可以签证这样而已 不是 我意思说 在这种状况 这确信两个字 到底它的立法理由是什么 要讲清楚啊 不然我认为会 反而让它脱身啊 所以它是一个法律明确的一个 所以嘛 你前面没有什么 确信不确信啊 前面 你看喔 你看 不得有下列情事 明知不得 这个还可以TTT 不得的规定用明知不得怎么样 这个还可以 你这个是等于是 我只要确信 我是这样签的 这是让它脱身啊 我 我 我认为这个有问题 真的要好好讨论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 不是我想象 可是我们法律在辩护出来 拜托 我们在法律辩护 但是这两个字 我就可以让会计师脱身啊 如果签证出了问题 我把这一款 我把这一项拿出来 在法律上辩护 好用得很 因为我是用我当了几十年律师的经验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会脱身的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反而让它没有责任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以后会计师只要一句话 本会计师基于48条第二项 确信案件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也没罪 这个条文是讲到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等 确信案件 他是针对企业 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所做的签证 叫做确信签证 有关 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一部分 要拿到其他地方去 不能在这里 要再通通要去重新思考 你在这里 因为会计师 你第一项 你48条是条包括项 所以你在这里里面会计师 承办财务报告或其他财务资讯是签证 这个只是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换句话讲 第一 48条前面的也可以适用在第二项 因为条 一定是包括项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是可以拿来 在一般的案件 照样可以脱身的喔 照样可以脱身喔 所以以后会计师签证的事情 只要说我确信 会计师以后没有什么责任 你们也不必沉处了啦 到行政法院去 大家都会贏 我的意思是说 有没有这个疑虑 这个疑虑相当大啦 我的疑虑是相当大 让他脱身 反而不能保护消费者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这个是立法技巧的问题 我想这个应该 主席啊 我觉得这是立法技巧的问题啦 我们想我们找这个拔布啊 或者我们这边也有那么多 也有那么多的专家嘛 我觉得立法技巧啊 这个很容易克服啦 但是这个精神啊 我是觉得喔 我建议各位委员 我们思考一下 这个就像我们多年前 我们针对金融业 我们用独立董事 去取代监察人 其实那个方向都是对的 同样今天这个 就好像当时的时空关系 我们对食品业 对我们消费者的保护 我们对它有所监督 我想这个方向啊 应该要朝这方向上做 这两个问题 你过来说刚才提的 立法的技巧问题 我想完全同意 这个技巧 免得到时候 他是律师吧 到时候去打官司 他利用这一条法案 让他们去脱罪 那那那那那那不就 那刚好跟我们立法的精神相反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是 刚才我所提的 跟大家报告 只针对会计师处罚 你别的 因为这是会计师法 是他们主管业务 其他可以签证的人 不是他们可以去处罚的 而且其他可以签证 他那个会计师 你只要被处罚一次 被警告或者申戒 或者怎么提 那个他这一辈子也许就惨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对会计师 陈储 再次跟大家报告 你要给他相对的权益啊 我想这个 但是这个 这两个也都是技术问题 立法的精神 跟陈储的这个问题 都是技术问题啦 好吧 我再说明一下说 事实上现在市面上 就是不是市面上 就是现在一般现行的状况 有很多企业 有些甚至没有上柜的 也有做 也有制作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因为这个部分是 就是大家带动去鼓舞的 我觉得这是好现象 可是事实上在签证的部分 就是这种确信的这些部分 有一个是BSI 有一个是SGS 还有会计师 而且会计师事务所有非常多 是非常多元的 所以我刚刚其实提到 就是说这个立法的这个宗旨 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只有会计师能做 而且会造成说 就是不公平的一个状况 因为会计师会被罚 其他人不会罚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但是我还是要回到 就像刚刚罗文言提到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所认知的 系列社会责任报告 不只是账务上面 数字上面 财务金融上面的这些而已 它还包含劳动安全 包含环境的责任 包含其他的 比如说性别平等 这些社会指标 勞工还有劳工这部分 会计师他们做的就是数字 就是数字 他真的可以 就是吞下这么大的重担跟责任吗 这个我觉得是要去想清楚 所以我觉得 要真的要台湾 台湾真的要推动 企业社会责任这个往前进 应该是要更全面性的来探讨 还有更多的部会一起来合作 那这部分其实是应该 不要在这边 这么冲促的去立这个法 对我们讲的没有冲突 我们讲的真的完全没有冲突 事实上我相信在座 对会计师认识最多的就是我 因为我在大学教授 我在教会计师 这个我们家 我太太虽然有会计师师哥 但是她是大学教授 她也没去职业 所以我们不要去怀疑 我对会计师是怎么样 基本上我是觉得 刚才有人 这个我们提到 不知道谁提到 我忘了 要站在国人消费者的这一段 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第二个我们不是要去 这个法如果立的 是对会计师的处罚 是不对的 但是这两个我们如何 我是觉得立法上的精神 我这个精神 今天也许我们讨论讨论 我们暂时先不让得过 但是把它完善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 我希望我们裁委会 来推动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绝对是对的 我赞成 为全民把关是很重要的 但是听起来卫生完善 我们希望其实这个层级 不是裁委会 我们就可以全部把所有的 这个什么食安问题 空屋问题 劳务工问题 我们这几个就来扛 好像不对 我们是不是请行政院 行政院这边应该要 跨部会来协商一下 变成我们是在当 行政院长的责任 我们角色扮演 有点cosplay有点怪怪的 我们站在我们的角色上来看 裁委会能省的 就是本席啊 这个支持刚刚几位委员 讲的这个方向跟进程 但是啊 我具体主张啊 主席啊 今天啊 这个没有很完善 我们希望说回去啊 好好思考一下 更周延 因为立法不是开玩笑啊 你一立法可能用30年50年啊 如果要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应该啊 要全盘的一个思考 再把它提出来 也不要太仓促了 太仓促的话 外界以为你们只是这个 应付应付在缴成绩单 应付应付来这个 来这个敷衍一下 这样反而不好 所以我觉得建议 这个部分保留 把更具体的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 我们再来进行讨论 好不好 谢谢 等一下我们听一下那个提案委员 你写这个东西 你要再进行说明一下 谢谢主席 当时的原因就是鼓励会计师 来办理社会责任 确信这项业务 那本来我们用意啦 是希望让会计师进来 能够带动良性循环 但是大家有些顾虑 顾虑说会造成不公平竞争 那就这个问题就先请 请金管院去研议嘛 那这一部分就先暂缓 所以今天不处理嘛 谢谢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程序上的问题 因为我看大家是蛮支持 第八条跟第十三条的嘛 那但是大家对四十八条有意见 那希望说 这部分大家心中有疑虑 那所以希望保留 可是呢我们不能保留 因为如果保留的话全部都没办法送 所以我们就不修正 我们第四十八条就是先行条文不修正 那但是让这个第八条跟第十三条通过 还有八十一条也通 八十一条大家有意见吗 还有一个八十一的 OK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变成 第四十八条跟第八十一条 维持现行条文不修正 那大家有共识吗 到底要不要 到底要不要 是日期的问题嘛 OK好 那所以第八条 第十三条跟第八十一条通过 照修正条文通过 第四十八条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好不好 好 那接下 等一下等一下 好 我们现在有这个余婉如 这是婉如的案子吧 对 等 四位委员所提的一个临时提案 那罗维云也签署 张永昌委员也签署 那待会给他们补签一下 好 等一下 我们先处理这个临提 好不好 因为都是金管会的业务 都是金管会的业务 那所以我们这个临提大家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临时提案通过 好 来金管会请说明 那个我想精神上我们是可以理解啦 那可是因为现在的这个CSR 其实并不是强制的 是一个鼓励性质的 所以那个母法到底是 七月十二则母法到底是指什么 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是从这个证交法 还有上市上柜公司 还有我们这个相关会计司法这边 去做鼓励跟相关的这个命令的一个规范 规范而已 所以可不可以用研议 因为要拟定那个母法 我们其实 其实七月社会责任 不是只有金管会本身的执掌 所以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来了解 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些签证其他的 对 是不是改成研议 研议 不要说拟定 因为拟定母法 我们是做不到的 跟各位委员报告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倒数第三行文字 原因此要求改成研议 大家有没有意见 因为他说 要求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是哪里 要求金管会 金管会以六个月内 金管会以六个月内 对对 建议 要求改成建议 建议 建议 然后那个 你一定改成研议 研议 那再加 我们主秘 主秘说 这样的话更周全化 加个会同相关部会 因为家又扯到劳工 又扯到这个 其他的 卫福部的东西 所以建议 要不要加其他相关部会 先不要 先不要 好 那就不用 那只有四个字 原因此 建议 要求改成建议 你一定改成研议 你一定改成研议 好 那就改成四个字 照修正通过 照修正动议通过 好 那我们现在那个 会计施法 已经这个处理完了 那接下来是记账施法 记账施法 财政部 财政部 有没有意见 你有意见 你有意见 好 那请财政部 谢谢 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协商 先请王荣张委员 谢谢 谢谢 我想这边有看到我们部里面所提出来的修正的内容 但是我想它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好 其实在第一款 一二三五六款的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都非常明确 好 对于就是说什么样子的情况里面 无论就是说要撤销或者是废止 或者是说我们在这边 你的要停止其执行职务 但这里面就是第一个是 就是在第四款里面 我们罹患精神疾病 好 第一 就是说精神疾病的范围 比精神障碍还要广 好 这里面我刚刚举例就是说 包括就是说囤积症 包括就是说急性的 症症跟育症 都算是精神疾病 好 那所谓的精神障碍 事实上要达到就是说慢性长期 的精神障碍 的这个部分 他才能够算就是说精神障碍 那另外心智缺陷 那另外心智缺陷 的这个部分 它不是法律名词啊 我們有心智障礙 主席非常的清楚 但是沒有所謂心智缺陷 相對的就是什麼叫做心智正常 那相對來比較來講 他是缺陷的 還有在整個的就是說 整部法裡面 剛剛我們委員也提到 就是說到底誰來作為發動 誰可以來主張 就是說我要撤銷 我要就是說來廢止 這個裡面的話完全都沒有 我是他家的鄰居 我是這個記帳室他家的鄰居 我可不可以來檢舉 跟就是說主張要撤銷 那所以這整個裡面的話 那同樣的就是說要恢復的時候 是只有這個記帳室當事人 他可以來要求就是說做恢復嗎 還是說我們會主動的來 定期的來檢視他的狀況 來予以恢復 所以這整個的條文 第四款的這個部分 無論是就是說去的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說做這樣的修正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那我剛剛也請教過部長就是說 歷來有沒有發生過這樣子的情況 沒有發生過 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就你們的專業 能夠告訴我們 他發生最嚴重的情況 就是說因為這兩個原因 因為精神疾病或者是心智缺陷 就是說在他的業務執行上面 發生最嚴重的就是情況 會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底下的話 對於疫疫所損害的人 他可不可以因民法等等的 就是說相關的規定來請求他的賠償 那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就是說 他發生的這些問題跟狀況 即便沒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智缺陷的話 他仍然可以就是說主張跟要求 所以你是建議在這一個部分 第四款的話完全刪除 好 謝謝 那這個計算事法 修正條文第四條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衛福部這裡 當然這些比較專業的事情 可能有來了 你們要判斷一下 這個字面上的修正條文 感覺是正確的 剛剛如同這個委員所提到的 那最嚴重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你對記帳室有這樣的一個嚴格的要求啊 罹患精神疾病啊 或身心狀況為常 這個是蠻抽象的這個事情啊 你對記帳室就這樣的要求 那請問 我們當立委了有沒有這樣要求 沒有啊 你當記者 當記者 當記者 記者有沒有去 哪個記者罹患精神疾病 或身心狀況為常 你就不可以當記者 在這個職業上 我們還是講求一個 社會上的一個比較公正的判斷嘛 你如果說是開高鐵 或者是開火車的 這個是不是會影響到大眾安全的問題 這個可能就要詳細的規範 今天如果是這個 身心狀況為常 這個彈性很大 就要來限制一個人啊 工作的權益啊 我覺得 也許立法的方向 修法的方向是想要做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要講清楚啊 不然啊你反而 這個 造成很多人的困擾啊 如同剛剛委員講的 那誰可以來檢舉 鄰居啊 也可以檢舉他啊 有時候半夜 那個夫妻在吵架 他說他們身心有點 那個 心情微常什麼 也在檢舉他 所以這個部分喔 是不是可以請 那個主管機關 不是 請 衛福部這邊也來說明一下 你們的標準在哪裡 那這個如果要規範 你記者為什麼不規範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喔 這邊是衛福部的代表發言 那有關就是原本的法條 其實大概就剛剛盧東 部會有提到說 其實他是參照其他的法條 像計師法或建築師法 或者會計師法 這樣去寫出來的 那以精神衛生法第二十二條 當然我們都希望是能保障 我們精神病人的一個工作權利 所以當初 如果是精神疾病的話 是在精神衛生法 明確有列出來說 哪些是屬於精神疾病的範疇 那身心狀況的微常的部分的話 不好意思 這個部分我比較沒有辦法去定義它 因為真的它是一個狀態性的東西 所以這個全部都還是要靠 我們的醫師去做診斷 還有意見 其實 律師法是這樣規定 我們這個沒有這樣寫 律師法規定說 罹患精神病一樣可以當律師 必須精神病嚴重到 要治不能執行業務 人家有一個輕型的憂鬱症算不算 其他精神也算嘛 但是要治不能執行業務 那我們少了這麼一句話 就是沒有把它列為結果犯 結果犯 因為它不是犯罪 沒有列為那個結果 沒有把結果寫出來 要治怎麼樣 導致怎麼樣 所以沒有寫出來 所以其實它那個在立法條文裡面 其實它英國沒有把它弄清楚 英國應該說 罹患什麼什麼病 治不能執行業務 經什麼什麼機關認定 然後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一個句號 這樣子才是一個正確的立法的文字敘述 那這個文字敘述剛好是 英國沒有 英國我把它扯到後面 你看 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所以那個東西把它拿到 變成是主管機關在認定 而不是醫生在認定喔 不一樣 我們本來是希望說 由精神科的 這些醫生來認定 他不能執行業務 那有輕微的有一些 還是可以執行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並不是就沒有剝奪 這些所謂的精神病犯的執行 職業的 職業權就沒有被侵害掉 所以問題是這樣 所以這個立法技術跟文字上 是有一點問題 我是建議啦 乾脆回歸律師法那個規定 可能會好一點吧 我欣賞結論 我贊成把這一款 不是做修正 是整款廢紙 那理由在於說 精神障礙我在質詢的時候 已經有說過了 就是 你就回歸到受監護宣告 跟輔助宣告 的程序去處理就好了 就是說 因為現在民法 已經配合修正 有監護宣告 跟輔助宣告 如果真的出現了 這一些狀況的話 受監護宣告 跟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 本來就是消極要件 已經在法條裡面有了 那我可以了解齁 這個條文是參照很多 其他職業工作類別 的條文的規定 但是我也跟部長報告過了齁 當這個爭議出來了以後 其實比較好的立法方式 是2013年的時候 我們的公務人員任用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 本來也有精神疾病 不能當公務人員的規定 但是他們在2013年修正的時候 很清楚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民法已經有監護宣告 跟輔助宣告 所以那一款的室友 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現在公務人員任用法 該當於我們現在在討論的 第四款的消極要件 早就被刪除掉了 那第二個理由是說 回到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的體系 他有個好處 因為對於被宣告人 他的程序保障是最好的 因為是交由家事法院 來進行處理 那如果我們在這邊 還要再加這款室友 等於就是說你獨立於 整個法律體系的監護宣告 跟輔助宣告之外 你還要開另外一軌心的 那這一軌心的是由主管機關 來加以認定說 他是不是不能執行業務 雖然他有徵詢醫生的意見 但是主管機關到底要怎麼認定 是個人認定 委員會認定 在委員會的程序當中 受宣告的人 你要給他什麼樣子的程序保障 那那個你要完全開另外一軌 新的規定 在整個體力上面會自私一分 所以其實在第四款的室友當中 在法律上面的概念裡面 已經完全被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 他的客觀範圍所涵蓋了 那那邊也有家事法院當作輔助的系統 有一個很正當的程序 可以去完成 所以我會建議說 看部長這邊是不是也可以考慮 我們就回到像公務人員內用法 因為也有潛力嘛 你們不用去好像壓力太大要擔這個責任 因為公務人員內用法 他也是採取那樣子的規範方式 那就回到監護宣告跟輔助宣告 那邊的體系來處理 所以我是 在結論上 我是贊成那個 王委員的 建議啦 就是這一款的室友把它給廢除掉 除非你們認為說 有什麼樣子的狀況 落在這款的室友 但是竟然連輔助宣告都沒有辦法宣告 才有考慮把這款留下來的必要性 因為這個案子是行政院提出來的 其他委員沒有版本 所以行政院你們要不要再說明一下 你們為什麼會提這個東西來進行修正 那第二個你們堅不堅持 我跟各位委員來報告 我們提這個立法很單純 就是完全被有身心障礙者權益的保護公義27條 說要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 然後它的施行法有一個規定 說這個公約規定以後 要在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修法 所以我們一定要修法 我們修法也很單純 也沒有各位委員想得這麼複雜 就我們就參考建築司法 基司法 不動幹規劇法 全部都是這個文字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文字拿過來 所以這是第一點 這很單純的 那第二點 看看各位委員 如果我們不堅持了 如果說要廢掉 是不是就比較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 那其他說的法都還沒修 都還是要有這條 是不是要開立法之先 唯一的固勵 就是說基障司法是立法之先 對啦 這樣子 各位委員 現在十二點半 我做幾個建議 我做幾個建議 第一個 我相信行政院的想法是很單純 它基於這個公約 然後第二個呢 它參考現在其他職業別的這個法律條文 所以做了一致性的一個條文 可是老實講 其他的條文並不周嚴嘛 從剛才黃委員跟那個黃委員 王黃兩位委員 看起來就說其他的其實並不是好的版本 也許其他的應該要修了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說第一個 我們了解行政院的用意是好意 第二是要保障 那第二個呢 你們並不堅持你們現在修的這個內容 相反的也許其他委員會去努力 其他職業別現行的法律規定的話 那因為現在的這個修正條文 第二項裡面就有受監護及輔助宣告 尚未撤銷嘛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說把第四個以黃委員跟王委員的意見拿掉的話 那因為現在那個劉參是在 有沒有什麼不妥 對第四款刪除 其他照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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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條文通過這樣可以嗎 還是大家覺得 今天那第二個第二個建議方法 剛才是第一個主席 這是一案 另外一個呢 大家都回去再想想 我們把這個案子保留 就是剛才跟剛才那個不修正不一樣 而是我們把案子保留 擇期再審 大家覺得呢 今天要解決呢 還是說要回這 永昌來 來永昌 想一下好了 這個四款大家討論之後有沒有 沒有討論到另外一個問題 行政院你要提這個修正版本 可是你只有看到一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你沒有看到 你這一條是抄會計司法 會計司法 他在這個第一款當中有沒有 後面的條文你就沒有抄進來了 曾經業務上有詐欺背信 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為 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行之 這個裁判確定 他後面有耶 他後面還繼續有寫啊 但執行完畢或一步之執行 而赦免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這個部分你只看到第四款 那你為什麼第一款 你後面不跟著修正 因為會計司應該比記帳是更為嚴謹 這個影響影響在後面喔 他的後面那一項最末項 他講 因前向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 撤銷或廢止會計司證書者 於原因消滅後 人得依本法制規定 請領會計司證書 第一款到第五款 你這次送來的修正有沒有 你沒有啊 你是第二款到第五款 你是第二款到第五款 以會計司的嚴謹 你第一款當原因消滅的時候 你都可以讓他請領回 會計司證書 以記帳式而言 你居然剝奪他跟會計司相同 有沒有 在憲法上的一個工作坪的一個保證 你第一款沒有讓他能夠 請領回這個記帳式的一個資格 我覺得這個也應該要討論 以上建議 但是我就擔心說你等一下 第四款討論之後 那各委員 那我們是不是保留 擇期再審 案子還在 還是今天要處理完 事實上大概回去 這件事情就不會再想了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在這裡 這麼多委員然後集資廣義 我們想不出來 就是說他要保留的原因 或者是說 他如果沒有這一條的規定之後的話 會造成什麼樣子的損害 我們專業人員的法規 其實最主要的規定 是不是為了保障這些專業人員 而是保障專業人員所服務的這些對象 他們的就是說權益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裡面的話 他造成最大的損失會是什麼 如果就是說我們主管機關 都想不出來的話 那保留的就是說不要性 那跟他的重要性在哪裡 其實我們 我跟黃委員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從今天這個部分開頭 其實我們辦公室都已經全部通通都整理出來了 在相關的規定 其實有不同的三種協法 我們的財政部操了其中之一 那有的這個部分的話 交由專科醫師來做認定 尤其在精神的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比較嚴謹的是鑑定 到底是司法鑑定 或者是行政鑑定 那個才會有效力 用認定的方式 其實專科醫師他怎麼來認定 他除非對這個職業有了解 然後對精神疾病的這個部分有了解 否則他只能認定他有這個精神疾病 但是這個精神相關的就是說 疾病或者是障礙或者是缺陷 到底會不會影響到他在執行這個業務的時候的表現 其實沒有醫生他敢去做這樣子的決定跟就是說判斷的 那在這樣子的就是說情況底下的話 其實我們保留的結果 我非常擔心是大概就石沉大海 但是在這個部分我想主管機關 但他事實上是有壓力的 因為這個在我們的CRPD裡面的話 已經要求要做相關的修正 其實就是其他的主管機關 也會配合這個部分 陸續的在這上面做出相關的修正 只是我們的修正卻超了以前 並不完完善的一個立法的內容跟結果 所以是不是請各位委員可以再做一下偶遺跟考量 我們是不是在這裡面 我們就把它就是說把第四款的相關的規定做刪除 這樣子才能夠符合 適應障礙人權公約的規定 他在這裡面的話 特別就是說去規定 對於工作業權等等的保障 好不好 其實結論上我是贊成王委員剛剛講的啦 那如果各位委員覺得說 一下把第四款拿掉 覺得有點不安 想要給主管機關保留意見的機會的話 我覺得有幾種處理的方式 當然從我剛剛發言的內容 大家應該聽得出來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第四款給刪掉 那如果退而求其次要保留給主管機關 考慮他們版本的機會的話 是不是可以用兩岸併程的方式 出委員會到院會裡面去解決 因為我們今天上午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來討論這一些 來討論這個案子 如果又要針對這個條文 再重新排一次的話 剛才我們江委員提到 為什麼會計司法沒有做這個法 因為兩個不同管理的業務單位 財政部 這個記帳司法是財政部的業務 會計司法是金管會的業務 所以我在想 大家講講講的都很有道理 我也充分 我個人是非常尊重這種專業的 我在想 因為只有把這個做到 還有其他很多相關的職業 我倒是覺得交給行政院他們統一 如果說真的統一做 乾脆就把所有的一曲做了 如果說你這樣做了 你這樣做 那別的行業能跟你講說 既然記帳司法都這樣做 那我們也要 這個可能的 可能跟整個 是不是比較更完善一點 我覺得會比較好 因為行業別很多 記帳司法 舉例像我們在財委會 大家講 今天談到記帳司跟會計司 會計司的責任還比較重 對不對 所以說我是覺得 我建議 這個方向都是對的 但是我是覺得 再完善一下 比較好一點 我們參考的很多法 都是剛剛修的 那些文字啊 譬如說不動產孤家司法 去年12月30號才通過的 然後建築司法 103年1月15號通過的 然後專利司法 104年7月1號通過的 所以都是剛剛通過的 所以齁 所以這個要 如果說 大家認為 如果這個要先拿掉 說公務人員任用法也刪掉了 其實也是可以啦 公務人員任用法也刪了啦 我回應一下 這個聲音障礙者 權力公約 是去年12月3號 才開始實行 所以他前面的那些修法 事實上是在公約 就是說實行法通過之後 之前 就是說修訂了 好 那這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公約的這個部分 是去年12月3號 開始實行 不動產孤家司法 是12月30號 去年 所以也有在後面修的啦 所以大家 各位委員看看 如果刪掉對保障 身心障礙者的權益 更有保障 我們是 我們不反對啦 所以我建議你 先擺過來 是 我是覺得今天 好不容易排了今天的討論啦 假設是保留 我看會再單獨 再來討論這個以後機會不大 那假設財政部 真正的 因為你單獨 因為你單獨 你都定的都不一樣 精神都不一樣 所以真的是昏倒 我講就是說 在施行法裡面的話 是通過之後 在三年裡面 要做法規的就是說檢視 所以如果整個 我們等所有的法規 全部通通都檢視 不只這一條的精神內容 那我們大概就是說 要三年以後 那我覺得站在立法院的立場跟腳步 我們是不是要站在 走在行政院的就是說前面 還是說我們要 我們其實不太有確信 想說等等看看 行政院統一的就是說規定 那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裡面的話 可以展現就是說 行政院 立法院我們其實是 立的單位 然後監督的機關 我們其實有權利 來做這樣子的決定 是不是就是說 請各位委員 可以再考慮一下 來主席提一個建議 大家看妥不妥當 我可以理解就是說 因為方向大家都一致了 只是做法上不一樣 那我提一個建議就是說 因為我看這個王委員 非常的用心 而且也很想在這方面 做個先鋒者 那希望這個事情 能夠有個結果嘛 那但是呢 有部分委員心裡就是覺得說 我們還是在把它 因為涉及到其他的行業的 是不是也有整體的 根據這個公約 必須來做調整 要去做一個全盤性考量 也不能說錯 要不然這樣子啦 我還會 我還可以繼續再服務 因為我們這個會期 現在是13月份嘛 那至少到5月份 那maybe還到6月中 也說不定 對 至少至少了 按照憲法是5月31號嘛 那沒關係 我答應我繼續再服務 繼續再排 因為大家很擔心就是說 那如果今天保留了 那就忘記了 那法案多如牛毛 那到時候就沒了 那這樣子 對 我們兩位招委來承諾 就是我們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再來排 好不好 一個月內再來排 那這段時間 對 主席 主席我可以詢問一下嗎 就是 我剛剛提出的題目 跟大家講的不一樣 那其實剛剛會委員有講 金管會館會計師 那會計師他的責任跟影響力比較大 在撤銷或廢止他的這個證書的時候 當那個原因消滅的時候有沒有 他反而是比較寬鬆可以請你回來 那財政部對於計證室就反而比較嚴苛了 他現在沒有了 他現在已經停止事業 要可以回來 那可以再規定這樣 可以回來 可以回來 可以改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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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已經改回來 是不是 不是他沒有第一款啊 那個江武雲那邊沒有那個車證 對 我的 我是詢問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 我剛剛提的那個 我另外去提案 讓他避難回來 因為同樣都在這第四條當中嘛 是這樣子嗎 就是你說 我現在去做詢問 第一款的那部分 第一款沒有完 因為剛剛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一條然後再討論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一個月內 如果我們再排的話 你連第一款那部分沒有完 你覺得後面還有的部分 我現在對於 對於第四款 我不是針對第四款 我針對第一款 以及這個墨項的一個部分 所提出的 是沒有辦法在這一次做修正就對了 我必須另外再去提案的意思 是這樣嗎 提案 應該再去想想的委員 能夠再那個 那 對 但是就是說 沒關係 等於說大家更周延嘛 更周延 那 至少他會是一個 如果到時候可以通過 至少是個先鋒 那其他的這個相關的 相關的這個法律 可能也會跟著修正 我們剛才講說有的法律 可能不見得那麼好 那這樣的話 我跟國永兄再來服務 我們一個月左右 我們再來安排 好不好 好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保留 擇起再審 好 謝謝 拜託留兩個委員在現場吃便當 因為我們要把這個 把程序完成好不好 因為大家都跑光了 今天會沒辦法結束 謝謝 請宣讀協商結論 宣讀協商結論 討論事項第一案 審查本院委員證明中等17人擬集會計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協商結果 第八條 第十三條 第八十一條 經照案通過 第四十八條 維持現行法條文不宜修正 討論事項第二案 審查行政院行請審議記帳事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保留令則起再審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協商結論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的話我們照協商結論通過 針對會計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及記帳事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等兩案審查結果做如下決議 一審查本院委員證明中等17人擬集會計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頁已審查完峻寧寧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有本席補充說明 第二審查行政院行請審議記帳事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尚未審查完峻令則起繼續審查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我們待會要散會 今天議程進行完畢 不過我跟大家先報告一下 我們明天要去進行這個桃園機場考察 那因為有一些委員新委員他在問說 我們是財政委員會 我們為什麼考察到交通去 那因為財委被負責八個委員會的決算 決算 所以我們是做決算考察 因為你要做決算 那所以可能有的東西你要去看一下 那你要不要讓他決算通過 所以我們財委會 他對所有的只要負責決算的 他都可以去考察 那因為還有預算執行的情形 也都是 預算最後也都是會到我們委員會 決算也是由本會來做 所以向大家做個說明 所以我們明天有這個考察行程 那本次會議議程均以進行完畢 散會謝謝 謝謝 謝謝 ところ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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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